我觉得选举每一个力量 都是加一点一笔累积的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南投更好 积极更好 投一张票他们一定也是从 日常的互动来知道说 你敢起什么样的感觉 一定贵 不是铁皮就是砖瓦平房 我们跟着菜牌会的脚步 来到他在南投渔池的老家 921之后我们那时候家里经济也比较好 所以我们是做铁皮屋的重建 可以来走一走 这就是我家 两房一厅不大的空间 当时他一家三人就都住在这 前面是农会 然后这里这个三合院就是我家 当年的照片 看得出就是个朴实的村落 如今就算经过重建 时间仿佛停滞甚至倒退 每次回到这儿就会想起 那些倒塌的墙 那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些墙堵 可能是砖块啦 或者是那个土 南宫泥土的土做的墙 他就倒塌 结果我没想到国军来的时候 他就是把这些房子 可是对他来讲好像就是废弃土 就怪手一抓就整个运走 我讲到这个我都还会起鸡皮疙瘩 所以我那时候在现场我是痛哭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之后他加入重建基金会长达九年 因为家是根本 只有家好 日子才会平静安稳 也就是这想法驱使着他回乡 参选南投现场 我有一个死命港 就是我真的要建立城乡共好的台湾 城乡共好的南投 城市的城乡村乡 它必须要有持续的跟地方互动 很了解地方的需求 南投想要城乡共好 蔡培慧这么希望着 她以前是大学教授 而且是那种 不是对政治很热衷的学者 那怎么会来选举 蔡总统来邀请我说 培慧你要来参加 班政不分区 我说总统也找错人了 我是在做学术 做社会运动的 我不适合从政 我们人们要酸 我们人们要酸 你要做总统 蔡培慧的方法 跟同一次也跟我讲 培慧我知道你想做农业结构改革 我们一起来做吧 我觉得南投是最适合的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应该要来好好做事 就这么简单 谢谢 大哥 谢谢 麻烦了 麻烦了 你们要买菜 要做吗 这个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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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阿嬷在洗菜 她马上蹲下来 和阿嬷一起这么做 老资金长欢迎 嗨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菜培慧 要叫我菜头粿 从菜培慧到菜头粿 这意味着她没有学者 从政的傲气 好 感谢 好 感谢 你赶紧一点 加油 好 谢谢 好 谢谢 南投长期 蓝营执政 她就靠着笑容 和开放心胸 一点一滴 让支持者变多 这我来说的朋友 爱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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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爱拼 加牙 多希望这样的热情 拥抱 可以走到哪 都碰得到 从选战开打到现在 扣掉车程 她每天要走 五个小时 她的步伐 她的步伐 永远比别人快 连幕僚都得小跑步 才跟得上 我的鞋子 运动鞋 这个平体鞋 真假 怎么变成这样 接手 这是运动鞋 摸底都快摸破 这个底也都摸破 她已经穿坏了三双鞋了 但是就像那句名言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 仍需努力 哈啰 我们要出发了 车程中我们发现 她的手机解锁萤幕 写着一个大大的慢字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提醒 因为我有时候 在想事情的时候 我会 就会比较急切地要去说明 所以我很担心 我讲话会越讲越快 所以我就要慢一点 慢一点不能急 民众不是以往 想教书时的学生 要慢慢接触 慢慢沟通 不能一味的自己 讲讲讲 你有吃吗 你这个汤很好吃 这天到了晚上 菜培会的速度慢了下来 顺道和选民一起吃晚餐 身为一位候选人 却没有架子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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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现场没座位 她自己拉了一把椅子 坐到乡亲旁 画起家常来 你招呼大家 我们来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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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祈求国泰民安 她内心也默默请求神明 让这一次选举一切顺利 拜票过程中 不乏都是年长者 但年轻族群也要照顾到 好 嗨 我是菜培会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粉丝专业 好 我跟大家讲 很多人都说 菜培会你说的床头书是真的吗 我说的是真的 开直播秀出的床头书 和粉丝的互动更是亲切 这天结束全部的行程 已经是晚上九点半 而她是这么帮自己抒压的 就是要高过头 然后等下去就这样 就是结合深蹲 不是只有深蹲 还有跳舌 那是女士站一车 对 跳跳动动 选举的凡心事 似乎在这过程中获得疏解 她说她就是这么乐观 而这份乐观 是因为她曾经在滚能关前 走过一遭 农镇发言人蔡培会教授 发生车祸 头骨破裂 颅内出血转送领口长庚医院 那场车祸是九年前的事 很严重的车祸 当时已经 濒临宣布死亡好几次了 那时她是农镇的发言人 在大补抗争事件中 总是站在第一线为居民发声 发生车祸那天 她要到咖啡厅与社医人士聚餐 却被来车追撞 颅内出血紧急开刀 闻迷好几天才恢复意识 我觉得车祸之后 我变得比较感性 我觉得我现在也还是理性人 可是有一些会触动你的时候 所以有一些人就说 我变得比较容易流眼泪 从此她感性 理性兼具 面对逆境更是打死不退 而且很会关心人 我看了咯 来开会咯 来开会咯 诶 喝点茶吧 有时候会议我就会 先提前跟她说 诶 我已经准备好一些点心了 所以你可以不用再费心准备 你就忍来现场就好 然后可能会议前大概十分钟 她就会打电话问我说 诶 请问你准备的是甜的还是咸的 对 然后我跟她说 哦 准备甜的 然后她就会带咸的过来 最近我们团队很多人都染疫了 都都确诊 可是她她就是 她非常的nice 就是她不会糟糕天下 但是我知道她就是 她就是去很去张罗了一些 就防疫差异 要提供给同事使用这样子 坊间有常常有一句话就是 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 对 蔡培会就是 就是已经超乎妈妈的 细心跟温暖了 沐辽了解 台北会的细心与温暖 而她的好 需要被更多人看见 为什么我们的日月潭红茶好 它有三个元素 一个我们是大叶种 我们的品种好 然后我们有云生种的台湾山茶 第二个是我们的气候好 云雾缭绕 早上会有晨雾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工夫好 她不是只败票 而是在行程中想尽办法行销难投 她还不是县长呢 问她干嘛那么卖力 蔡培会说 难投的好值得她更努力 而难投的好也需要被更多人看见 谢谢大家 你吃点了 为什么 发现了 种类屁